新鴻基打樁,懷疑震裂多間村屋 屋主周生最怕重演土瓜環嵩樓事件 這裏是元朗下高堡村新鴻基格建築地盤,距離村屋只有8米 周生說地盤一年前開始打樁,鎮到附近多間村屋都出現裂痕 最長裂痕都是過10呎,一間屋橫斷開 嚇到他即時叫老婆和兒子搬去親戚住 到昨日中午,村民見裂痕愈來愈多,怕到報警 地盤工人只有幫村屋做加固工程,用木方撐住牆身 屋宇署初步視察,認為村屋沒有即時倒塌危險 新鴻基回應說,暫時未有證據顯示 村屋裂痕與地盤打樁有關,但已即時跟進受影響的村屋 下燈的方式弄了 下燈的方式弄了